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家也是如此 刚刚初中毕业的我就跟着父母走进了工厂 在打工期间和我同一组的他就那么慢慢地走进了我的生活 算是日久生情 我老公家里有兄弟两个和一个妹妹 我老公是老大 由于老公是老大 我作为大嫂 在这个家里可以说是付出了很多 结婚的时候 考虑到家里生活困难 就没怎么大操大办 简简单单地办了一场婚礼也就算了 结婚没多久 我就跟老公出去打工 省吃俭用地攒了一点钱 才回来备孕孩子 备孕的日子我也没闲着 不但要种自家的吉姆桑田 还要管着一家老小七口人的吃食 以及家里的两头猪 我怀孕期间 家里的小叔子也找好了对象 预备结婚了 姑娘是山外的 对于嫁到我们家里来 对方的父母很不满意 所以就提出了要十万彩礼的要求 而且说明了是不会退的 公婆被逼得没办法 只好去借钱 我看不到老人家为难 就从我们攒的育儿费里 拿出了三万块钱献给了公婆 当时公婆是千恩万谢的 但我清楚 这三万块钱 公婆是没能力还了 过了年 没多长时间 我就生下了一个健康可爱的儿子 当时我高兴得都哭了 孩子出生后 我在家里奶了一年的孩子 直到大宝断奶 我才又回到了工厂 和老公一起在流水线上 继续挥洒着汗水 没过几年 小姑子也来到了厂里 跟着我们打工 但小姑子这个人怎么说呢 不像我们 能够去踏踏实实地 去工厂做流水线 只是在工厂干了不到半年 就辞职 去商场卖手机去了 说是嫌厂里赚得少还辛苦 卖手机轻松能赚钱 几年不到 先后换了好几个商场 但也没见过赚多少钱 化妆品和衣服 都是买了不少 一到月底 就跑到我们的出租屋 蹭吃蹭喝 我多说几句 她还给公婆说我骂她 诅咒她嫁不出去 气得公婆打电话来 强掰了我一阵子 搞得我里外不是人 后来终于找到了一个城里的小伙子 公婆便委托我去看看 我去看了 人还真不怎么样 除了是个城市的户口 可以说啥也没有 很帅的小伙子 啥技术都没有 还吃不得苦 每个月都靠在夜场做服务员 一个月就一千六 还不够我一礼拜的工资 但穿的是名牌 拿的是苹果 骑的是亚马哈 我真不知道这样的孩子 到底能出什么好日子来 回来之后 我公婆也觉得不靠谱 所以就不同意 但小姑子像魔障了一样 非得跟那个男孩子 而且两个人还同居 还怀孕了 公婆没办法 只好同意了 他们结婚的时候 对方不但一分钱不出 还叫公婆出嫁妆钱 要不就不办婚礼 公婆哪里有钱 小叔子结婚时 欠的钱都还没还清 就这样 两个人的婚礼就拖了下来 直到小姑子生了孩子 由于小姑子生的是女孩 对方父母根本就不问 没办法 只好送去我公婆那里 和我儿子 及小叔家的孩子 一起生活 至于小姑子 他们两口子那日子 过得叫一个潇洒 今天花明天的 明天花后天的 一年到头 见不到钱不说 连过年 我给外甥女的压岁钱 两个大人也要 拿去买东西 二胎政策开放后 婆婆总说 一个孩子孤寡 想让我们俩再要一个孩子 不管男孩还是女孩 总有个爸 他还动员我父母来说服我 我想想也是 随着这几年生活渐渐安定 手里也有了差不多20万的存款 趁着现在身体还可以 早点要个二胎也不错 在这期间 小姑子离婚了 这是我意料之中的事情 据说是男孩出轨了 小姑子的闺蜜 搞大了人家的肚子 但一查是男孩 南方的爸妈就逼着孩子离婚 还不要孩子 但我小姑子也厉害 离婚不到两个月 又重新找了个男人 这时我也刚刚怀孕 这一天 公婆在没打电话的情况下 竟然直接来到我们住的地方 说是来看我 把我吓了一跳 中午吃完饭 公婆就说了实话 并且拿出了15万的现金出来 说是有三万 还我当初借给小叔子结婚的钱 剩下的12万也给我 希望我不要生二胎 听到之后我特别地吃惊 刚开始提出叫我生二胎的是你们 动用我爸妈来劝我的还是你 怎么现在又拿钱叫我别要了 我这才怀孕六周 我实在是想不通 就问为什么 我一问才知道 原来小姑子这次找的男人 还是比较靠谱的 家里有房有车 就是年龄有点大 人家愿意给30万的嫁妆来娶小姑子 并且也不要什么赔嫁 但她有两个条件 第一 今后小姑子不再负担父母的养老问题 第二 小姑子留在家里的那个女孩 人家不要 也不叫小姑子代 不同意这两条 人家父母就不同意结婚 公婆在家里想来想去就想到了我 想叫我不要二胎 然后把小姑子的嫁妆给我一半 把那个女孩的户口转到我们的户口上 算是我们的女儿 当时把我气的 你们到底是想怎么样 不要说拿15万来 即便拿150万来我都不会同意 当时我想着 两个老人年纪大了 并没有吵 而是压住火气 很平静地对他们说 要不把这个钱给二弟吧 弟妹毕竟没怀孕 叫二弟养着妹妹的孩子就是了 我话没说完 公公就着急巴拉地说 哎呀 俺也想呢 毕竟是十好几万 可你弟妹不同意 非要三十万 你说都给她了 俺两口子可咋办呢 大儿媳妇 我知道你最孝顺 不会为难我们 我们都记着你的情呢 这不没办法了才来求你 你就当可怜可怜我们老两口 话还没说完 就叫婆婆给拦了下来 一听这话我就更气了 合着刚开始就没想着把这钱给我 想着老二 老二全想要才想到了我 你们这是一家子都当我是包子 想叫我生我就得生 想叫我养谁就养谁 别人不要的钱才想到我 别人不干的事才来找我 我从结婚进家门到现在 十几年赡养公婆 农忙种地 农协打工 生了孩子 娶了弟媳 嫁了小姑子 你们就是这么对我的 我这一顿吵 弄得公婆哑口无言地离开了我家 老公下班回来后 一听这事也是气得半天不说话 在客厅里抽了一晚上的烟 最后自己给公婆打电话说 我们下礼拜就把孩子接到城里来 至于小姑子的孩子 谁愿意要谁去要 我们一分钱也不要 也不稀罕 今后你们也少来我家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建议大家一定要发给身边 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看看 也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和志恒相约 每天不见不散 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有点兴趣的中老年朋友们看看 他亲自身挺有些不散的 我说他跟没什么不散的 我说他亲自身有并不是不散的 我说他一定要保识 还有那么不散的 谢谢大家 有点兴趣的 我说要是想要 我私Camer唾上 有点兴趣的